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会很像一个老人 公园的老人在闲聊 眷村里的老人在互相讲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的气氛 因为另外一个人他也是最近 大量的售票演出 所以我们今天 《轮造论》喜剧万事屋 第四十集 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汉雅 大家好 我是汉雅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汉雅 是一个从台南跑来北漂的 一个喜剧人 他也是奥孝莲的团员 所以本节目的成立宗旨 就是介绍那些不红 但是有趣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 奥孝莲的售票演出之前 就是之前找了Avis 然后接下来找汉雅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汉雅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 好 请汉雅说一说 一开始是从哪里接触喜剧呢 一开始接触喜剧 是的 我想说录音的一开始 就要先召惯离枪一下巨阳尼 可以啊可以啊 我在想他会不会腻 嘿巨阳尼 我逼你先找来录音哦 好 进入正题 一开始从哪里接触喜剧哦 是的 是的 其实怎么讲我平大学的时候 平常休闲就是看电影 然后后来因为念研究所 然后电影已经看到 就是没东西可以看了 欧美是看到没东西看 然后写硕论的时候就 你知道写硕论的时候 都会培养第二专长嘛 有些人是什么泡咖啡啊拉花啊 有些人就是刺绣啊 家政什么的 是因为觉得硕士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情吗 不是没有出息 其实写论文的时候你整个专注在这上面 然后你就会去找别的事情 去放松或干嘛 去调解 所以很多人都发展出一个奇怪的第二专长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偶然看到那个 YT上那个天外飞来一笔 全系列 那是即兴剧的一种东西 抽纸条然后回 抽纸条那个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 哇好好笑 看到昼夜颠倒 我就看到熬夜 看到那个太阳出来 嗯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就只剩一下meeting 跟教授meeting写论文这样 所以meeting前我课都修完了 嗯 我就一直看 一直看那个东西 然后后来 大学毕业 退伍后 那个时候 201415 就有了Netflix Netflix 之后我就跟朋友一起合办账号 然后Netflix上就开始很多stand up comedy 对 我那时候就看一直看 嗯 然后后来终于看到一部 Antoni Justinic 嗯 第一部特集 我就干屌炸天 超帅 然后怎么这么好笑 嗯 就做了功课之后才发现 他是读了那个 十三堂喜剧课 手把手那一本 哦 手把手那一本 好 然后那个时候 台湾还买不到 嗯 那个时候只有大陆那边的简体 然后我就买过来 哦 你买一本简体修改 我买一本 然后苏本那时候 那装订超烂 整本都快掉下来 你知道 后来我读完之后 我就把那个什么笑话探勘器 就是讲反逻辑 嗯 怎么写两条故事件那一个章节 嗯 我直接撕下来 然后随身携带 变成工具书 哇 你很认真耶 可是那个时候还是完全搞不懂 那是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随身携带 就觉得这个好像 我想说这个应该 好像可以就是 对人生还蛮有帮助 所以是想些梗之类的 对对对 你很认真耶 可是实际上那个时候 完全看不懂 就只是拿来当护身符的感觉 嗯 好 对 然后在主要是退伍后 然后找工作 就是有工作 然后就很闲 不是很闲 就是为了学习 那个什么社交技巧 嗯 讲白话就是把妹 好哦 两性动态 然后我朋友就推荐说 这个有个YT 他在教那个两性动态 嗯嗯嗯 还蛮不错的 人家看看 然后就推荐给我看贝克苏的频道 哦 他那时候 贝克苏之前有上过 Comedy脱口秀版 就是后来才知道 我就看贝克苏的频道 然后还有其他就是 一样教把妹的 反正就是那些 他们就是演算法 会推荐你这些东西 然后就看到某一个YT 然后他就聊到 男生要把妹 就是你要展现你的幽默感 然后就请来来来宾 请东区德 会不会是一种负面的来宾 我看到就 哇 透过脱口秀 然后来增加幽默感 哇 很酷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到说 那我为什么 就可以用透过脱口秀 这个东西 然后来学习 讲笑话 来提升幽默感 这样 然后再配合刚刚那本书 但其实那个时候 我接触的东西 就只有这样 看网飞的节目 然后看那个根本看不懂的手把手 然后再就是什么东区德 贝克书这些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很向往 幽默感的人 本身应该就算有啦 嗯 自己自己觉得有 自己觉得有 自己觉得有 因为我也是会在IG啊 脸书发一些废文的 嗯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是有 因为有一种喜感 嗯 南部人的喜感跟放松感 这北部人没有 北部人你常常觉得 欸干很机歪 北部人就很机歪 哦 其实有的是有的 后来学了学了 后来学了学了 其实没有太大成效 对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教 就只能看这些资源 然后你就只是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后来是 后来我工作辞掉 去日本打工度假 嗯嗯 打工度假那一年 到日本之后啊 网飞的帐号 他就解锁 在日本东西 日本就可以看一大堆漫彩 欸 Netflix是 日本是专门播漫彩 好酷哦 那个时候就是整套M1 十年的那个精华 都在上面 我就一直开一直开 哇 刚好一接触就是直接碰到 最经典的M1系列 嗯 我就哇 所以在日本打工度假 那个时候 我就是接触 就是完全是碰漫彩 然后看到后来就觉得 干太好笑了 嗯 我那时候去京都 嗯 然后漫彩的那个 基本心业中心在大阪嘛 对啊 我跟我朋友就是直接去大阪 那个漫彩剧场 嗯 漫彩剧场它很好玩 它刚好在那个NMB48的旁边 对对对对 我去那边 然后买最便宜的一千块日币的 嗯 它那个就是分等级 最便宜的四点开始 因为时间最烂 四点开始了 一千块 然后五点 一千五两千 然后越晚 就是票价越贵 嗯 然后那个里面的空比越强 组合越强 然后那时候看最便宜的一千块进去 十组 然后从头笑到我 好棒喔 跟鬼一样 十组 好棒喔 然后就 会不会他们那个十组 跟我们这边就是 也许跟脱口秀界一样 就是 大家可能觉得 已经是最便宜的人 但是他们搞不好都已经讲了 超级久 以我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 对 对就是 天哪 那你觉得他们那个十组的年龄层 看起来怎么样 你知道他们的组合还是粉丝 他们组合组合 组合吗 一样都很年轻耶 很年轻耶 好奇妙 我自己看 也是有那种二三十岁 有点像接近大叔的那种 也是有那种组合 但是整体还是偏年轻 那你觉得他们的日文是 因为你是外国人 但是他们讲日文是你听得懂的吗 我一定听得懂 所以才去直接看声音 但是我没有没办法百分之百听懂 可是就应该是那个逻辑我懂 所以就算他punch一出来 那个字我可能百分之百不了解 不是百分之百了解那个字 但是他逻辑这样顺下来 那个字出来 大概那个东西是什么 可能是obite的别的字 然后就 然后可能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三个 我跟我另外两个台湾朋友 然后刚好ab就三个人 然后有一个人他日文是最好的 可是他可能就是不太懂这个逻辑 他可能就是全部都听得懂 最后那个punch他听不懂 然后他就整个落掉 那个字是什么 那个字是什么 然后我跟我另外两个朋友就是 我们虽然日文没有他好 但是我们懂那个逻辑 所以大概知道说 那个字我们猜得到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自然就笑了 我懂我懂我懂 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惜喔 对 一点点的语文差异 因为M1他都会有限制题材 我之前有听说过 他们有限制说 比方说不能讲色情 然后不能讲地狱梗 然后政治也不行 其实M1他有一个规定是 有几类东西不能上去讲的 因为毕竟M1是一个电视节目 所以他会限制说 还是要尽量比方说在辅导集内 那线下的这种实体剧场 会有这种东西限制吗 线下我到现在有一组 我笑到就是连台上 让他们自己都憋笑 就是笑场 就是完全昏格 完全昏格 那一场我笑到就是 哇结束之后 就对他最有印象 我还去google他们 哎呦呦 好像是很强的心的那种感觉 太棒了 漫才他在台上 装傻就是弄一个东西 然后在那边笑 他笑的是有 那个笑点是有厚镜的那一种 他在台上就是 他就看着吐槽 实体的是可以讲昏梗的 大家学起来 实体的好几组都昏梗 太好了 实体可以讲可以聊色 大家不要被N1误解 实体的人是可以聊色的 因为我看日本的 虽然他们N1是不能聊色 可日本的电视节目是有深夜秀 深夜时段 12点以后就可以聊色 所以那些漫才组合到了深夜秀 里面全部都在讲 全部解放 对大解放 所以我觉得哇有差异 实体的没有这种现实 好酷喔 那你在日本接触了漫才之后 就对于喜剧越来越有兴趣 那回来之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碰到那个 疫情刚爆发 所以我只看了一场现场的漫才 其实还想再去看就 疫情全部都停止公演什么的 然后就好像一年快到了 就刚好疫情爆发那个时候 我刚好签证结束 我就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那个时候 要隔离14天嘛 对啊 我在隔离期间太无聊了 嗯 我就去那个什么 线上自修网站 嗯 然后去买脱口秀的课程 其实你很积极耶 很积极耶 很积极耶 就想说14天 你不晓得要干嘛 因为你回来 等于你要重早工作 反正14天就当做休息 嗯嗯 然后想说 14天我电影都看完了啊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得看了 嗯嗯嗯嗯 然后我就去买线上课程 好耶 然后我找了三门课 然后第一门课超烂 就是第一门课 连那个什么 马克吐斯赫隆那些 他们教的都比那个 我选的第一门课 还来的 就是有实用这样 嗯哼 因为马克他们只是也只教 Seda跟Punch之类的 就已经实用了 就已经实用了 第一课真的超烂 第一课超烂的 那时候我完全不懂 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接触 台湾国内的喜剧 嗯 只是知道 赫隆 我好像也不知道赫隆 Gym 然后跟博恩 嗯 对 那时候就这样 好 因为Gym那个什么火烤 刮吉火烤爆红 那时候我还在日本 我只知道说 哦有这个东西 我看好厉害 但我知道 我那时候就已经知道 Gym是模仿 那个Antoni Justinin 所以我还知道Gym 然后那时候隔离 隔离期间 回来隔离期间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买一个课程 低门课学学 这什么东西 好烂 我就在买第二个课程 因为他这个网站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特价 他很常特价 一门课大概 你从一门课正常价位 大概一千多 兩千三千四千都有 可是只要一特价 三百块到四百块之间 那还好 还可以接受 很常特价 两个礼拜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 两个礼拜一次 我这买的时候 都是买三百块的时候 好耶 然后就放了第二门课 那个时候已经隔离出来了 买了第二门课 第二门课 我就觉得非常实用 但偏偏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实战经验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第二门课 那个是已经有 他有点类似OK那种感觉 就是他有自己的正直 然后是过来讲这 业余之余 过来讲脱口秀 然后他有这个经验 东西再去分享 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完全太实战了 偏太实战 就是他一样教什么 自由书闲那些东西 我觉得哇这个 对那个时候 我有点太深 好 有点太深 我懂我懂我懂 然后最后终于 后来买到第三堂课 第三堂课就是 Elvis有讲的那个 什么 Jared Vole 我也不会念 就这个人 好 他本身是在 美国的 类似艺术大学里面 教创意写作 或是创意表演那种 课程的讲师 他本身也是 Stand up comedian 他讲的东西就开始 学术系统化 好酷喔 我看到你的笔记了 你也太精美了吧 这是我的九阳真经 不得了欸 我就是靠这个 然后拼上一次焦点 真的 九阳真经 看起来有个认真 我刚刚说我念到研究所 就是什么都不会 只会念书跟考试 笔记做得超好 都是他的那个教材 我决定我待会要照一张相 跟大家说这个人如此认真 我只把他疼下来而已 跟我笔记起来 我笔记很像垃圾 哈哈哈哈 他光第一点就讲了 那个什么punch有11种 哇塞 elvis讲的那是错 他讲了八种技巧 他讲的不够精确 我光是看他前面说 punch有11种 11种 打破假设夸视 然后误导错字 他叫做misplaced misplaced 然后矛盾 矛盾有文字上的矛盾 动作上的矛盾 然后跟什么的矛盾 然后三一律 双关 新浪潮 meta jokes 以现在的后 我那时候看不懂 我那时候看不懂 现在才知道 然后callback 留白 具体化 然后自嘲 看了这个就 哇好酷啊 我就是看了这个之后 那个时间 我在我的段子里面 都会尽量 用这些东西 尽量用 我等于就是买这个课程 诶好用 然后就是可能 第一张学完之后 我就好 我的作业就是 这次上台 我要做到第一张的东西 哦 原来如此 我open mind 是有系统性的在 在执行这件事 不得了 不得了 难怪进步很快 难怪进步很快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好像是在四楼 四楼 我不相信是不是在四楼 还是卡米蒂 你直接看我 应该是在四楼 那应该是在四楼 那时候只觉得什么妮娜 哈哈 四楼又讲妮娜 我那时候就觉得 有个台南人来讲台南的 对 那时候是应该是在讲妮娜 台南的谚语 因为会特别有印象 一定是妮娜 那应该是那个疫情结束后 应该是疫情结束后 已经被选上焦点 然后我再试我焦点的段子 应该是那一 我也不确定 但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 就觉得不是一个一般的素人 可能比素人更多一些不同的招数跟面向 那个所以还不到一年 哈哈哈哈 那后来呢 后来她的 她的 她有两门课 应该说她有两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就是Faster and Funnier 就是系统性的去讲 什么是Set up 什么是Punch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什么类比型笑话要怎么写 类比型分成两种 一种是找共通点的 Punch都是共通点 另外一个是Punch是差一点的 就这些东西 然后她还有另外两集 已经偏实战 就是说你要怎么讲open mind 然后讲到售票 你要怎么靠stand up赚钱 那个东西就是 我们自然就会了 工作上的东西 对我们不需要买 对我们不需要买 然后重点来 这是第二套 叫Playfully inappropriate 有趣的不恰当 这个东西就是把 这个老师他对于喜剧的那个 算是什么 奥义吧 这是他的奥义 他的理解 把它全部展现出来 简单的说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笑 会笑的话 Punch就是在 它有分两个圈圈 Safety跟Violation Safety就是在安全的地方 然后跟Violation很危险的地方 介于中间的这个地方 我们才会对 介于中间这个地方 发酵 以我自己的笑话来讲的话 水族管那个笑话 有个X开头的水族管 我记得 然后在里面的咖啡工作 这边都很安全 然后我觉得太无聊 我把里面的QR Code 换成我自己粉专的QR Code 这边已经开始变得有点危险 对 然后最后我的Punch是那个 诶 来看什么XVD 这样 所以那个就是在中间 有很多笑话 如果要实际去拆解的话 都会是 好笑的地方就是在中间这里 的确是这个样子 但我的话 我会义无反顾往危险的地方走 可是你的情境还是在 你的情境不是全部都是往很危险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Dyson吸尘器 Dyson就已经非常 我会怎么说 如果我的SATA危险 Punch一定安全 然后SATA安全 Punch一定超危险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它就是这个概念 它把它就是图一样画 然后完全写出来 就是两个圈圈 因为它就是它的理论 就是两个圈圈这样 然后在那圈圈那边游走 穿梭在两个圈圈之间 就是让观众自己去解答 那个Punch就是那个 两个圈圈的中间 就是观众自己会 自己会脑补 对自己会脑补 这是他的理论 好这是他的理论 但我觉得不错 可以研究可以研究 那你后来就是 这里有我看到的洛洛长的笔迹 后来在贝克苏的频道 看到了他的OpenMine影片 那一场我在现场 我觉得还好 其实我觉得贝克苏的OpenMine 还好 他努力认真 但是他我觉得还没有抓到点 主要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北上 然后我想说 因为我后来工作确定是在北部 然后我想说 如果去北部 刚好有什么23 卡米蒂 我想说那应该都在北部那边 然后就刚好看到贝克苏 去讲OpenMine影片 我想说原来不用想到Netflix上那些等级 OpenMine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去 这种感觉 对 连贝克苏也可以上去 我就说 因为他那个影片可能 他那个是很早期的 背景甚至不是在23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 反正他讲 他都讲很攻击性很慌很冒犯 昏梗什么的 反正台下好像也没什么在笑 我想这样可以 加上我又在看贝克苏 因为学什么两性动态 拔妹嘛 他那个心法就是男生要充实自己 让自己有自信 我想那我反正就去台北 就要试一下 对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所以我大概从北上之后到23 大概9月开始看吧 我7月上来 然后工作稳定 开始拍班之后 一有空我就直接去23看 从9月看 看到12月 我想说12月 我就在想 不管生日那天上去 至少怎样都一个掌声 都算好了 我生日嘛 那时候就有掌声 结果一年之后 去年我想说 我在这边讲 在卡梅蒂讲 我生日下面没有人理我 可恶 可恶 那上台契机 这里我看到一个事情 要这样看吗 工作压力 对那工作很烂 服务业太烂了 这边了 然后一个泪失恋 泪失恋 泪失恋 就是一个暗恋的女生 我再也看不到她 可能没机会看到她 就是啊 就是跑来西去逃避 就是麻醉自己 找个奇怪的地方来麻醉自己 麻醉上瘾了 糟糕 戒不掉了 戒不掉了 然后发现 对对对真的是戒不掉 戒不掉了 超像中毒的 超西向 然后刚好那一天 就是马克吐斯主持 12月29号那天上台 然后马克还很惊艳 哇今天超过一半 都是第一次上来的素人 然后我就碰到刚刚那一群 什么小苏巴斯小蔡雪蓉 James就是 2020春季班的学员 嗯嗯 然后那时候我不曉得他们是学员 我就想说 哦我们上去讲完之后 欸下台 擅长了 怎么他们集结在一起 然后跟马克在讲话 然后马克就说 哦你们现在是 这个是来交作业的是吗 对对对 欸欸欸欸 原来他们是认识的 这种感觉 欸欸欸欸 他们那一阵超级 那一阵超级 长跑二三 跟Comedy 然后一起练习 他们那一期存活率好高 对 几乎是2021年去年的 是我刚刚最积极的 去年的新人主干团体 对 主流 不是主流 到现在也是 很猛欸 然后再也看到你说 你讲了一阵子之后 第十二次才到Comedy 那你中间就是觉得 欸我好像一直上台 也可以 好像自己做得来 就讲了十二次 就一直在二三 我一直没有 对于我们这种 非喜剧圈的人 素人来讲 哦就是二三 对对对 我刚刚就是二三 我就一直说 OK 二三好像不错 自己好像做得来 对 我卡米蒂了 好吧抱抱看好了 卡米蒂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是牛年 牛年第一奖 嗯嗯 收起来我发红包 哈哈 开工红包 哇好开心 可是那时候发现 卡米蒂超级不好讲的 卡米蒂有个屏障在 对心有个屏障 对 因为卡米蒂很 其实怎么说呢 嗯 两边各有难处 卡米蒂的难处是 笑话强度要到一个程度 对 然后观众才会笑 对 可是你让他笑之后 你讲了任何的风格的题材 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二三那边是 嗯 安全的笑话 就很烂 对 但是没有什么料 无聊的安全笑话 也可以中 就是观众没有评见能力 但是安全笑话 他们就会笑 对 类似是这样 我那个时候觉得卡米蒂 就觉得 卡米蒂可能 可能这边前辈比较多 比如说东区德 赫荣 凯莉 这些可能 这业界已经有点名声的人 嗯 他们上去 哇大家就会很特别high 嗯 然后我卡米蒂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好喜欢讲内梗 嗯哼 那时候很喜欢讲内梗 然后我那个时候 作为一个新观众 又是内梗 然后我又不认识 嗯 那个时候就很排斥 嘿嘿嘿 是哦 就我现在也很想很常讲内梗 哈哈哈哈哈哈 对 我那时候觉得卡米蒂好像真的是要认识的人 跟这边熟的人 大家才会接纳你 才会比较 就是以一个nice的角度去看你 比较不会就是对你有 有一个距离感 你是有表演者吗 对表演者而已 表演者 呃 其实是要够强 我觉得 是要够强 对对对 因为卡米蒂的人 算是很现实 就呃 不够强的话大家就没有表情 然后你真的是超 一来就很很猛的话 大家全部都另眼相看 非常说照射公 我刚一直想要照射公 他一来真的是大家傻眼 超厉害 但我后来后来有大概去比较一下 就是照射公他不他不却场 对啊 我第一次来卡米蒂的时候 其实超确的就是 哦 缩起来 有一点点缩 我那个时候拿 才讲几个月了 才讲两三个月的东西 我想说这应该可以中 然后在上面 而且其实也还好 其实也还好 哎呀好失落 好失落 看强度 真的是看强度 真的是看强度 真的是很解释 我想想看他有谁 一来就很强 那个什么 韦德 他其实一来的时候 韦德其实已经在外面 他已经有一点名气在上来 那种感觉 对 已经有人说 韦德会来 已经是那种感觉 因为那不然就是 有的时候 搜酒在外面 被拉出去教课 然后他在外面 其实有一些隐藏的徒子徒孙 然后那些徒子徒孙 有的时候会来报名 那大家也不知道 那是搜酒交出来 然后那些徒子徒孙出现 就会觉得 哎干 蛮厉害的 莫名其妙来了一个 不知是从哪一路来 但文本跟台风 都蛮好的新人 大家也会觉得 这个人不是普通货色 就会令人相待 所以这里还是看强度 还是看强度 对啊 像举一个新竹例子 那个汉堡店店长 Customer很棒 他在卡米地好像 也在这边好像 也没什么人认识 可是那天上来 我来一个新竹 气场好自然 好强 每句都中 超好笑 超强 他超级好笑 大家觉得很赞 强度啊 实力派 强度真的 对 那时候二月第一次卡米地 后来就不好讲之后 去别的地方讲 然后其实在三集 去年 升三集前 大概只讲过两次 然后之后是 八月解封后 我刚好是在 那个封城期间 三集的期间 在家里写出 那个台南人妮娜 然后跟水族馆 就是那个时候 文本就是那个期间 写出来的 然后解封之后 直接在卡米地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有戴口罩 所以好像效果又不太好 对 会闷着 效果有普普 过了焦点过后 然后九月之后 好像二三变得不好抱 二三变得不好抱 二三变得不好抱之后 我就开始 反正就在卡米地 玩玩看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已经跟Elvis小叔 他们已经很熟了 混到人家都以为 你不是上 你不是学员 哈哈哈 你不是学员这样 然后后来 在这边熟了嘛 我就又在把那个 台南人妮娜那套 就拿来修好 这边应该是要提到 焦点被选上了嘛 然后我现在就想要拼周末夜 周末夜 Elvis说 你周末夜 你要讲周末夜 你就是要来这边多刷脸 对 就是要存在感 让搜集觉得你可以了 对 所以后来我在这边 讲到就是 有自信很顺的之后 我就是在把那个 台南人那一套讲出来 然后十二月 他就敲我一月的周末夜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已经跟这边的人熟了嘛 对啊 然后什么跨年夜 然后 尾压 嗯 什么一大堆活动 都在这边过了 所以已经顺利的 其实也就是一种堆尸战 堆尸 堆到进入卡米尼 没错 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堆尸算成功的 因为你后来就是 有明显进入到 哦 越来越好笑 越来越好笑 所以还是靠实力堆尸 然后打进来 嗯 我觉得有一些人是堆尸 可是看起来很烂 所以他永远 大家就会觉得 我不想要看到你表演 哈哈哈 只是我现在不好意思讲出 那些人的名字 我大概知道你在讲谁 哈哈哈 我大概知道你在讲谁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一些事 有一些人啊 有一些事啊 对啊 你们还需要练练 哈哈哈 应该说哦 很多人都觉得说 哎 这好像上台讲笑话 好像蛮简单的 我干超难的 然后可能上去一两次炸了之后 嗯 然后他就说好像 OK啊 炸场啦 然后又再来 然后就发现 就发现好像不好笑 对 越来越不好笑 哇 就没了 对对对 好多这种新人 很多这种新人 撑不下去 撑不下那个 撑不下对 心灵被粉碎的那种状态 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说 观众是流动的 嗯 每场的观众跟气氛都不一样 所以不知道 讲烂的场到底是要怪罪自己 还是也许观众那天的状态就不好 嗯 所以他们可能心灵就很破碎 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事情 嗯 即便现在的演员 可能是因为讲炸了 是因为你运气好啦 你没有那么好笑 是一个主音 是一个主音 对 锻炼心智欸 真的很 这超级锻炼心智 超锻炼心智 我也是碰到一个另外一个演员 嗯 BOSS 他就说 我问他说我为什么想来讲这个 他说你来上台 嗯 爆掉 你这个都撑得下去的话 你还有什么是跨不过去的 我真的是这样 没有错 真的 真的是这样 我上台 我真的是想到我昨天那个 在焦点职业的上半场 早场 我真的干真的是硬 然后撑住就觉得 嗯 我很厉害 我第一题就讲了半小时 我们很厉害 来来来 下一题就是想问他说 那你现在已经 我觉得是听起来超级认真 在研究跟自修 然后在修炼喜剧 而且我觉得 我后面你又跑去上了卡米迪的课 那个是因为 那个是因为我觉得 想说 嗯 我好像 就是一个素人 嗯 然后就 进入这个团 又被找去傲笑脸嘛 嗯哼 就觉得好像不能不能 就是不能白嫖的感觉 嗯哼 好像应该要来上个课 或是 静修一下 对对静修一下 其实简单就是一时一时拜个码头 这种感觉 嗯哼 然后上了前三堂 嗯哼 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上个课 嗯 上个课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 找资源跟找那个归属感 嗯哼哼哼 我觉得只是一个素人 然后像流浪喜剧浪人 这种感觉好像 对 就变成 你没有一个归属嘛 你没有一个 固定演出机会 的这种感觉 嗯哼 在二月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还没入团之前 我那个时候就有在认真考虑 要不要去上个什么课程 好 那时候就有两个选择 嗯 好好笑女孩五代 哦 五代培训 然后跟这边的食堂课 我是认真的在考虑说 我要不要去哪一边 哦 哦 但是看到好好笑女孩培训 哦 那个还是经济压力还是有的 对对对 他们培训要先交保政经 嗯 对 五位数 大家要审视 如果是不看那个学费的话 其实好好笑女孩五代的这一期的培训 是蛮好的 非常的 哇那个精实度就是 他每一堂都请讲师 对啊对啊 就是你可能这个礼拜上 比如说文本就请个大可爱收集 然后下个找自媒体经营找阿海 对啊 然后再来是什么主持即兴欧耶 哇 到这一期的时候 终于这样觉得 哦这个钱交的值得 对对对 好像可以交 有几期觉得 真的吗 真的要什么讲师头 都空空的我就交个五位数 哈哈哈 对啊 然后今天因为 因为我去看过月半 我就觉得 哇这就是反正就是有人罩你 对啊 那个地方就是有人罩你 而且很温馨的一个自己的基地在那边 嗯 然后来还是因为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时程的问题啦 嗯 我那个时候就是确定五月 我已经工作辞掉 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想辞了 哦哦 1月2月的时候就已经想辞了 然后我辞掉的时候我算一算房租 好了 我就可以在台北再待一会儿 待一会儿 再待一会儿 不管怎样就是五月就是一定要回台南 嗯嗯嗯嗯 然后每个课程都是跨到五月就啊好可惜 哦哦 那这样上卡米蒂比较划算 就还是上卡米蒂对 然后卡米蒂那个时候台中班也准备要开 嗯 然后看台中班是龙哥跟壮壮 对啊 我那个时候还问 其实还不出 我上完初阶之后我就问说 哎那个我要回台南 我可不可以二阶去上台中的 嗯 所以就说你可以不用上了啦 对啊对啊对啊 你的程度其实是可以不用上 而且你上完前面这些自修的东西 再上卡米蒂的课 会不会觉得卡米蒂有点垃圾 不会 真的啊 不会应该是说 教的方向不一样 可能他这边用中文教 嗯 也讲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那个 啊 就我第一次买就是看那个十三堂课啊 什么笑话探勘器 那个从后到后讲一大堆 就是讲两条故事线 对对对对 那个我一直看了贺隆的故事说 哦这就是 有人解释讲解语听 所以忽然间懂了 我懂我懂我懂的意思 这种感觉 像我现在看那个Playfully inappropriate的 有趣的不恰当 嗯 那个就是 嗯 上完那个Birdy的编剧课 哦 然后再去跟李安陶教过之后 他其实就是编剧的三幕剧 嗯 里面那个冲突 嗯 忽然间就点通了 就这样 哦哦哦哦哦 我懂你的意思 那你现在最喜欢的喜剧演员是 国外来国内吗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国外的话 我看到一大堆 嗯 我其实你功课做超满 我你列了一大堆演员 但是我其实 我自己看演员 我只会挑最有名的几个看 哦 最有名的我就没列了 比如什么Bill Burr 然后什么 George Collins那些我都没列了 嗯 反正大家都会看 对对对 然后主要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边最特别的是 日本很有stand up 因为大家 就是几乎没有人知道 日本有stand up 连曼财少爷都不知道 日本有stand up 那这一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BJ Fox BJ Fox 这个也是当初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回来 嗯 其实我本来是 本来在日本已经有工作 嗯 就是一个派遣公司 他愿意让我 已经准备要 介绍我那个正职 嗯 但是我真的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回来 嗯 所以那个时候还以为可以回去 嗯 他说哇回去的话 那我一定要讲stand up 然后开始查日本有谁 没办法 日本就是曼财碾压 对啊对啊 他们的娱乐文化就是曼财 是 然后还是当初找到了 嗯 一个讲 一个在日本工作的英国人 哦 他用日文讲stand up 所以还是外国人 对 很好笑 就是这样 这个叫BJ Fox 好奇妙 对 然后就看他那段 题材 日文不用太抢欸 他一样讲那种很生活类的东西 哦 好奇妙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笑 好像还不错 刚好我英日文都会 应该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再回日本的话 我可能就去他的comedy bar 或是日本的那些bar去 看一看这样子 然后后来发现 根本日本没有这些东西 哦 日本一样是一个酒吧 然后只是说借个空间 嗯 让他们做open mind stand up的东西 哦 对 然后这个BJ Fox 我一定要提的是 这礼拜还上礼拜 嗯 他在东京 終于开了日本第一间comedy bar 好感动哦 就是一到日 就是for comedy的 嗯 就可能 什么roaster battle 然后 是英文stand up 然后售票 然后日文的 就像类似现在23的感觉 好感人哦 好感人哦 哇 國境解封之后 我一定要去东京玩一下 我一定要去玩 这好值得一看哦 这好值得一看哦 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 哇 台灣stand up的文化 根本领先日本 对 但也不能这样比 因为日本就是漫才的 对这个BJ Fox 日本张硕雄 日本张 也不是他是外国人 他算外国人 嗯 哇 这个好值得看 就某一个文化 在某一个荒凉之地的草创者 非常值得一看 嗯 嗯嗯嗯嗯 那国内你喜欢的人 一大堆也可以帮你介绍一些 当初谁都不认识 可是后来踏入这个圈子之后 就开始看很多大 就是大师的演 前辈的演出 嗯 我目前是列这几个啊 嗯 欧野嘛 嘿 对 这两个 欧野壮壮 嗯 然后大雕是 大雕是战地帮里面 我好像最慢碰到的 哦 然后我看他那个样子 你看他的外形 嗯 就傻憨 就傻憨 我这个人到底魅力正啦 可是后来看过他的现场之后 就 哥这什么东西 天才 大致落雨 就有一次 我是被他圈粉 是在有一次新竹四头喜剧 他找他当大肘 然后真的看了 哥这什么东西 从此被圈粉 我看了他也觉得 就认定装傻是最强的搞笑招式 太猛了 太猛 然后全乐啊 六塊錢系統的全樂 全樂最近終於可以露臉了 真的會露臉 他還要做Podcast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他們Podcast的名稱叫做DDAD 我非常的期待 全樂真的是 全樂真的是我覺得我離開台北 覺得最可惜的 就是沒辦法再看到 超級異形 超怪物 我自己給大家的評價 就是台北的習慣圈 只要留一個人就好 留一個 全樂 其他縣市聯合起來都打不贏台北 這種感覺 你們一起上吧 你們一起上吧 我真的差不多 因為我是啟蒙是壯壯 然後我那時候來 就來卡拉米迪Open拍稍微看一下 就第一年我覺得最想壯壯 然後再來是全樂 因為全樂就是很妖怪 他就是很妖怪 邏輯很妖怪 怪物啊 不過現在牌名又洗掉 前兩名是歐爺跟壯壯 我接觸起劇圈的時候 其實壯壯 我只看到他上去兩次還幹嘛 然後他其實也沒有文本 就是表演拍 對 鄧說我還太菜 然後我就卡米迪都這種的嘛 那種感覺 對 很可惜還是跟他的表演的那個時間都沒有 活躍的時期沒有重疊 是的 然後歐爺是他現在已經從那個講師退下來 開始在做這些嘛 對 我就開始看他的專長 然後我就哇 跟鬼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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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樂 超長時間的聊天能力 真的 全樂 全樂是很快離開了 然後他不是最近也開始出來 是啊 因為他離職了 所以他解除那個不露臉封印 不然他以前就是工作上 他在比較傳統的公司工作 所以不方便露臉 因為他講的東西也很異形 對 很殺人放火 所以他露臉的話 以前的公司可能會有點麻煩 對 那現在解除封印了 可以開始瘋狂的做喜劇 他們 因為最近碰到全樂 其實我都在台下做筆記 喔 真的喔 我想說我一定要把他的邏輯找出來 我就學不起來 學完之後我發現我看不懂我的筆記 對 完全看不懂 我之前有跟阿順聊天 就是 因為全樂跟阿順以前是同一團的 然後他們也是有驗斷指揮 然後大家會看彼此的文本 然後全樂就拿他的本給他們看 他們上面有點像自由書寫書 還是新制圖一樣的東西 全部都是圈圈跟畫起來 然後中間有線點子 他說這是我的本 我今天要照這個圈圈 走這些圈圈 他們就幹這什麼東西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他是用臉的 對 所以這種完全跳躍性的東西 我目前還不知道怎麼樣分析 跟六塊一樣 幹我無法分析 全樂 而且幾乎無法複製 有啦 全樂我還是有找到一個 之前禮拜四放肆信是他當大軸 他講了一個那個 他駐頂樓家蓋 然後有一天出去發現 美工德星的鄰居 喔 那個很棒 上吊 那個超級強 我後來聽完之後發現 他只把一個生活上 一個很常發生遇到的事情 就是美工德星的鄰居 在樓梯間丟垃圾 他把這丟垃圾換成那個鄰居上吊 就這樣 然後這樣就變成他一個很荒謬的故事 我覺得這應該可以複製 我一定能複製 我覺得很難 我還是覺得很難 我覺得很難 很難 很難欸 可是就好酷喔 我覺得他要綁他的人設才有辦法講 他就是一臉 很正經 天真無邪 但其實很複製 這個超級難的 超級難的 人設先決 人設先決 人設跟邏輯 無法做到事情真的太多了 然後阿順 阿順那個好讚 我其實喜歡一大堆 對啊 Dream 這邊算是二三派 我自己把他分為二三系列 Dream 阿秋 佳恩 我喜歡佳恩那種美式flow 我真的很喜歡 他的氣氛是很美式的 然後敬為可怕的冷派One Niner 是的 CHD 所以是我當觀眾的時候笑超 就笑到肚子痛的 可是後來我開始講之後 他就跟 最近少講 好像家裡有事情的樣子 他我後來也只在 那個英文場遇過他 但是他東西真的 他東西最讓我覺得厲害的是 他可以這個笑話 中文大眾 英文也大眾 喔那很厲害 超強 那很厲害 超強 原來是雙語系的 那不錯 雙語系的話就可以 很明顯的知道說 他的笑話本身就是 世界通用 我如果能寫出這個笑話 我去世界哪裡我都可以中 那好棒 這個想法真好 就是這種 哇 讚 這樣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 一開始我根本 覺得說 這真的是誰 然後後來看完他主持之後就 他主持很好 好可怕 學忍 太好笑了吧 我覺得學忍也很認真 他會去仔細研究 所有的喜劇手法 然後試圖執行 學忍是跟我們一樣 同一類型 對對對 跟你是同一類型 一樣欸 學忍我一開始 覺得說 這主持人是誰 因為那時候禮拜二 還不是Gym 我說這主持人是誰 看起來好普通 原來是一個工程師 又是一個下班過來講 他應該不會很有趣 應該很無聊 可是他主持其實讓得很舒服 一個小時之內 我就改觀了 我就不客人了 他主持讓得很舒服 他拉尾盤這樣拉的 對 都會有很多很愉快的互動 不會讓不會覺得冒犯 現在像Gym有時候我覺得 變成嘲弄觀眾 他一定要找個觀眾來當祭品 然後來燃燒那個觀眾 但是很多觀眾是來看他這一套 可是學忍主持方式是 跟觀眾交朋友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 就算那個當祭品的觀眾 他也會覺得很有趣 他當天樂在其中 然後旁邊看的人也會覺得 欸很好玩 學忍的主持 很不錯啊 我是覺得深知 陳大的喜劇社他們有去上學人的課 然後我從那邊就是聽到一些 我就好猛 他說你分享出來 就是他很會利用這個空間的所有東西 就是不管什麼反應 不管什麼 他就是都可以利用 就是這樣 原來就是這樣 他可以在後 可能前半場還有點無聊 他可能在講自己的笑話 可是後半場之後 他掌握全場之後就開始 用這個用這個用那個用那個 我覺得這是主持才能練到的東西 他要觀察所有演員跟所有觀眾 然後把他妹子當作素材再往前拉 好難喔 我還做不到 因為我不能跟人類講話 跟人類講話好緊張 然後最後一個喜歡 另外一種喜歡嗎 好好笑女孩 也香香了嘛 香香又溫和 他們很有趣 他們真的很有趣 只是很有趣 就很有趣 多麼有趣我就不追問了 開始往耳南的方向移動 如果任何人談到好好笑女孩 不往耳南的話 那你就是gay吧 對呀 好的 那為了避免耳南那裡 我們下一題下一題 下一個就是 因為漢雅他用很短的時間 一年時間又講了100場open mind 其實超多的 我現在講了三年 我才105場 那你一年就100場了 那你為什麼可以如此勤奮練講 就不會有覺得自己能量消耗殆盡 能量嗎 對 沒有欸 主要是題材都太多了 我的素材清單好像 可以讓我講三年吧 哇靠 素材太多了 哇靠 我講不完 我已經講不完 只是差在說我要怎麼把它改成 格式架構不要重複的笑話 你平常就在累積素材嗎 對 應該說碰到喜劇之後就發現 其實以前發生的事 以前絕對有趣的東西 都可以化成素材 是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你會寫下來之類的嗎 我列出來 嗯 你要看我的素材嗎 好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太驚人了吧 這些都是 打勾的就是你寫出來了 幾乎是人生階段啊 我當兵就可能比較少 1234 但是有些寫出來 其實我也忘記 當時是發生什麼事了 非常可怕 有一些是白寫的 所以你平常遇到了幹話 就會覺得很KANG的東西 就會列成這個表 對啊 好可怕 我然後要分享 如果你想知道 你想要得到更多素材的idea的話 是 然後加上你又不喜歡跟人類接觸 對啊 可是像你有去酒吧對不對 我會去酒吧 你會跟Bartender聊天嗎 不見得 Bartender是最好的素材 哦 素材的來源 嗯 但是你要認識那一種 就他的生活 是他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可能生活歷練也夠多的那種Bartender 我剛好運氣很好 在台南遇到這種 認識這一種 一個Bartender這樣 聰明 飽讀詩書 又有一些社會歷練 然後又有自己想法 然後他就會觀察到 很多東西 然後我跟他聊聊說 他其實蠻有趣 然後我說我可以 這個東西我可以講 然後我說好 你拿去講 像比如說他就說 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做夢的時候 夢到你失眠 這樣你算有睡覺嗎 就是一直這種東西 就是一直這種東西 我說好 好 給我講 給我講 拜託 好有趣哦 對啊 啊 原來如此 對 我懂了 酒吧 因為等於是你只要跟一個人講 你就可以獲得什麼 你不用跟太多人去 這個就蠻有趣的 但我覺得是因為你真的很認真在把你覺得有趣的素材累積下來 然後你變成有超級多的前提資料庫 你的前提資料庫 可能是我目前看過最大 那不是前提 我接觸這個 接觸幾句之後才發現那那不是前提 哦 我這樣全部弄出來後會變得比較像歐耶那種 就是奇幻故事 哦 比較多那種生活類 奇幻故事類 還沒有到那種 還沒有變成 還沒有變成前提 變成前提的東西 格式 只是一個種子 對 哦 那你這種收集種子的方法我也覺得非常驚人 大概是我的三倍 嗯 我種子大概只會寫說萊爾夫 這樣子而已東西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會寫說萊爾夫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哦 可是你會很詳細的說 當兵 當兵遇到什麼 好像士官長很爛 還是什麼 叫招 還是什麼 那個 去戰衛兵之類的東西 哦 戰衛兵 哦 戰衛兵好多可以講 鬼故事什麼的 哦 哇 你其實在資料庫好豐富 主要是 腦袋填不下來吧 嗯 想像力太豐富 哦 難怪可以一百場 不得了 幻想 想像力 我以前被人家說 想像力太豐富了 我摩羯座 摩羯座小劇場 好的 特別多 厲害 特別 不想太多了 壞處就是 壞處就是 你如果沒有這個喜劇 這個地方 去讓你宣洩的話 你就會變成一個 想太多 很奇怪的宅男 然後就忽然什麼 類似 我被人家說很奇怪 好幾個人說 好幾個女生說好奇怪 開開心 開開心 跟女生出去約會 然後說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幹 這到底是 點意還是 到底是 當然缺點就是 你可能碰到一點什麼事情 然後就 只要一往壞的方式去想的話 就會自己一個人 啪 就遇阻 或是幹嘛 患的患事或什麼的 所以有這個地方 終於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你寫寫 把你的想太多的東西 講出來 好好哦 講出來 然後換成笑聲 然後我有錢拿了 對 好適合 很適合你去發揮你的想像力的地方 難怪不會累 不會 完全不會累 然後加上排班就排225 然後後來 又看米地就排什麼 禮拜三禮拜五這樣 再來就是想問 因為你短時間內就講了100多場 然後我真的 你那時候還會寫練講筆記 然後一個禮拜就可以看到 欸幹 兩三篇練講筆記 而且你還是在不同場地 所以你大概台灣所有的場地 你都跑過了 全跑過了 全跑過了 目前 除了那個變裝趴 對對對 暫時等他們消毒完 毒哭 消毒完哦 我可以先介紹一下 就是最近有一個gay吧 他們辦變裝皇后跟脫口秀 然後就是 因為是脫口秀 所以有邀請一堆脫口秀 演員去看 然後那一堆脫口秀 演員去看之後 就五個確診了 然後過幾天 我發現那個gay吧 他們在消毒 然後再過幾天之後 我發現別的gay吧也消毒了 發現這個傳染有點快 等大家都消毒好的時候 再去一下 但我覺得應該 就是去過的人 都覺得評價非常高 然後那現在題目還是回來 就是因為漢雅在各地的open mind都講過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不同的場地 講open mind的感覺嗎 感覺嗎 是的 好 或者你有觀察到什麼樣子的東西可以做做看 一開始都在台北嘛 二三 comedy 然後月磅窩 我是第一次去月磅窩的時候碰到瑞瑞 瑞瑞就很喜歡交朋友嘛 後來就跟我們聊天 然後他在分析這個場地 他分析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分析法 那我這邊也有對其他場地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你就感受嘛 好的 一樣嘛 二三就是一般觀眾 是的 這是普羅大眾 普羅大眾 對 所以你的題材 二三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是 他的舞台跟觀眾是開放 就是180度的 對呀 180度的 所以你的那個能量跟掃射 是要全方面顧及 對 我昨天演的時候有點發現 最左跟最右其實我沒有顧到 對 可是真的要顧到那裡的時候 我又覺得有點對 脖子要轉好大 就是要定向的像電風扇一樣 這樣 沒錯 然後題材就是要 要乾淨 普遍及 保護及 要保護及 只能保護及 對 如果你是要想昏梗或幹嘛的話 你要先讓觀眾覺得你這個人是討喜的 然後你講那些昏梗的時候 大家才會覺得 這個是可愛的耳男 因為我有一次 真的是講耳男one liner 就是我寫了好幾個 都是耳男系列的 可是因為我那個時候開場 可能就讓大家覺得我是個討喜 很可愛 然後接下來我講那些東西 大家就 怎麼可能 就那種感覺 對 就前置作業要做好 前置作業 對 所以我不喜歡去 呵呵 對啊 因為你的題材 可能這樣有點尷尬 因為他們只能五分鐘 那我前置作業做完 可能就三分鐘講 就結束了 然後剩下兩分鐘 我才要開始講很激烈的東西 實力要到 你觀眾很多都資深粉嘛 所以你不能講那些什麼 喔我這邊沒被搞 我喜歡被搞 這種大家都已經猜到 連觀眾都知道的笑點了 你可能在這邊的punch 可能要翻兩次 太普通的笑話 然後就大家猜到就 喔你在幹嘛 對啊 喔我們聽過了 聽過 然後當你發現 欸觀眾沒有反應的時候 你自己都縮掉 啪 對啊 什麼時代的 還在講韓國語笑話丟臉 這種感覺 嗯 類似 是的 就是笑話夠強的話 就是才能在這裡存活下來 可能自己人設也要很鮮明 其實真的是練功的地方 我現在有發現 正式練功 來卡米蒂是很紮實的 測出你到底實力到了沒有 有前輩說過 就是你笑話在卡米蒂這邊 先練到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大概練好了之後 你再去二三那邊刷粉 刷流量 對 這種感覺 是啊 就是去贏得粉絲 觀眾的喜愛 對 這樣是對的 這樣是好 而不是在 你在二三那邊弄一個 欸好像OK 覺得很炸的笑話 然後過來卡米蒂 棒被擊倒 被擊倒了之後 你可能就 心情豐盛 沒有錯 很多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這樣子 很多新手都是這樣 我也經歷過 我剛講過我也經歷過 這也就是Hard Hard 超大 暗黑破壞神的Hard等級 其實二三比較 真的是normal 可是又很不適合 這種口味的人去 對 所以我覺得很 怎麼說偏嗎 我覺得在那邊練習的效率 其實是沒有很高 因為觀眾也只聽乾淨笑話的話 你會知道要怎麼樣子弄 逗他們的笑 你只要講 罵國民黨 罵大陸的笑話 這樣子一定重 對 所以說要得到那些笑話的人 就要去當個舔狗 舔觀眾 就可以啦 就可以啊 我就可以得到一堆笑聲了 可是這樣子 對於自己的笑話的實力 進步是有限 然後還有一個 二三那邊 因為瑞瑞講 他說二三那邊很喜歡聽故事 對啊 然後我現在也是這樣覺得 是 因為在那邊混得好 也不是混得好 在那邊效果好的那些演員 很多都是故事型 比如說Alan Alan特別會講故事 聽他講故事很舒服 然後在二三就哇很炸 我也是算某一種故事型 虎爛故事 上禮拜在博恩那邊也是蠻炸的 爽 虎爛虎爛 然後康米蒂就是奇怪的那種 啊 不會講 奇怪的笑話 各種東西都有 各種都有 對 有各種東西 各種都有 你來這邊真的是 喔 幹 還有這招 他明明是一個很普通人 結果他可以把普通的事情做得超好 也是很厲害 對 好的 那下一個地方是 月瓣窩 是的 月瓣窩最溫馨啊 溫馨到 那邊很非常推薦新手去 嗯 非常溫馨 溫馨是他們那邊 因為可能就 都是女生 對啊 他們那邊女孩的團員 會幫你笑 對啊 會幫笑 嗯 就是 即便你的笑話在 普通 代表普通 你會覺得很有自信 嗯 但是那邊有一個缺點是 不是缺點 就是要注意的點是 男生 嗯 不要在那邊開婚梗 哦 會沒有人笑嗎 還是太容易這樣覺得是惡打 就是整個氣氛會 噢 女孩不會幫你笑 那女生講婚梗 那就很尷尬 那女生講婚梗 女生講婚梗完全OK啊 哦 完全OK 女生在 因為他們團員 就是 也都是講婚梗 對 可是男生講婚梗的話 很容易就是 哎呦 哎呦 就是會有一種 惡難退散 抗拒感 排斥 可能是我啦 我甚至沒有講婚梗 我只是提到 一個 一個 Pong Hub 或是X Video 這樣 啪 下面直接按進 這樣子就那個 可是我也聽說過 大可愛在那邊講什麼 一線包的那個笑話 但是可能就是他們 處理得已經很好 還是因為大可愛 大可愛孫孫 他們有一次去 然後也是講一些 然後下面也是笑得很開心 但會不會因為大隻家 知道大可愛是處男 Maybe Maybe 人設的關係 Maybe 人設 對 他是一個就是 真是太缺女生了 所以講這些婚的 女生也會覺得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就包容 靠近他 比如說像我這種 還沒有找到人設 大家看來就是一個 正常直男 你在那邊講婚梗 就是 對對對 可能是因為這個關係 觀眾會講 直男講噁笑話 就是有這種危險的風險 很危險 非常危險 反正除此之外 那邊就是個 非常溫馨的地方 這樣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 真的是人設的問題 比方說 如果全樂在那裡講 婚梗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會 因為全樂 不會散發 噁難氣息 對 這是重點 對對對 他就是乾乾淨淨 然後有點 看起來很憨憨 就講這個外星人的東西 其實天真的腹黑 這種感覺 外星天真的腹黑 他在台上是討喜的 真的人設的問題 然後 因為你講婚梗還是有 會散發噁難氣息 會 這個明顯 除非你的處理方式 是那種超級極致裝傻 對對對 像我最近的段子算了 我想大雕可能可以 大雕應該可以 大雕應該可以 他應該不會去那邊吧 哈哈哈哈哈哈 事情不太對 我說了什麼 馬克啦 馬克可以啦 馬克可以 對對對 那是因為大家都認識他了 哈哈哈哈 對啊 然後像我這種 這種素人新人的話 去一月辦公室 我還是可以乍場啊 你撩女生就好了 對對對 這個風草好像是我的 招數很多啦 招數很多 對對對 去那邊 對 真的是適合 那邊反而很適合玩內梗 反正那些人就這麼少 是的 是的 好 再來一個是新竹的四樓喜劇 新竹一年來 演變很多 從一開始沒什麼觀眾 然後到現在觀眾多了 那邊好像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的 沒特別感覺 沒特別感覺 我去那邊講Open Mind的話 我只覺得說 觀眾是聰明的 友善的 他比較介於 卡米跟二三中間 就是那邊的觀眾 沒有那麼的 在乎乾淨笑話 就是昏梗跟地獄梗 他們也覺得蠻好的 然後他們也不會 很要求說強度要到 因為畢竟沒有像 卡米蒂那麼的 被妖怪肆虐 被強者撕虐 所以台北的演員過去 他們都會覺得 有去 台北人的台北演員實力 到那裡去 絕對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那邊是一個 降起來很舒服的地上 對 對我來說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現在覺得那邊 那邊也是蠻溫馨的 主要是新竹有一群 很熱心 向心力很高的 一群新人演員 對對對 比如說Gino 或是他們那些 哲哥啊 那些COSPER 新竹那一群 我覺得是非常好 正向 就是他們這樣子 然後向心力 然後又努力辦讀書會 阿包辦讀書會 然後很努力在宣傳 他們四樓喜劇 我覺得這是 那邊的氣氛非常好 對 從一開始 一開始剛去的時候 可能就 那個地方什麼都沒什麼人 然後小孩就還好 然後一年之後 哇 演變好 慢慢變好 對 慢慢的就是往上衝的 這種感覺 場地也很舒服 然後他們現在的退位 不是都會找大軸下去嗎 對啊對啊 好像也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在吸粉的方面 對 沒有錯 希望桃竹苗那裡 可以長出來 主要是新竹 因為你除了台北 除了台北之外 最近的就是新竹 對 所以你有機會 我就覺得 多多去新竹玩 多多去新竹玩 對 你可以碰到 完全不認識的客群 對啊 新竹人加油 新竹人加油 不要一直去封城 巨城啊 巨城 不要一直去巨城 不要一直去巨城 只是個百貨公司啊 在那附近 玩推薦啊 去四樓啦 四樓很有趣的 新竹一日有 距離那個車站也近 太近了 超近的 然後旁邊有可能 東門市場 有好多東西好吃 對啊 是很不錯的小旅遊 好 再來一個是台中 沒觀眾啊 真的是沒觀眾 沒觀眾啊 很奇怪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但是我上個禮拜訪問龍哥 我們有大概聊到 為什麼沒有觀眾 我們是覺得說 因為台中真 他們的太大 對 面積他媽的瘋狂大 即使他們有兩百六 還兩百八十萬人口 可是台中的面積 他媽的台北的好幾倍 所以人口的分散 是那麼大的話 你要從一個台中的 某一個稍微遠一點的地方 開車一個小時 來逢甲那裡看 Open Mile或辦秀的話 那一場秀最好要 他媽的超好看 所以對他們地方那麼大 要千里迢迢跑來看秀 其實很困難 除非觀眾本身就住在市中心 不然很辛苦 我自己看的感覺是 好像旁邊逢甲的學生 也不會過來看 對 逢甲也不會過來看 這是我覺得超級奇怪的方法 明明超簡 最好是逢甲學生 真的不聽脫口秀 這我一點都不信 我猜應該是 這一百塊一百五 對學生來做是不是太貴了 我覺得不是 其實我覺得逢甲的學生 還不知道隔壁就有Open Mile 因為龍哥說 好像那附近有什麼中國醫藥學院 已經有學生知道了 所以偶爾會來 然後也可能會想踹一下 所以我覺得資訊還沒有串出去 但是要怎麼樣串出去 還不知道 我上禮拜是跟他說 你去D卡PO一篇文章 之類的 稍微做一些基本的宣傳 還是要有 然後好像台中是不是也沒有 我覺得台中是可能 他們演員的狀況 好像是有點 親黃不接的感覺 對啊 就親黃不接 然後好像少了一些什麼 票房號召力的演員 西票機沒有 西票機沒有 因為之前我看 比如康蒂在台北西票機吧 可是他有一次去台中 週末也有看那個人數 普通嗎 對 就一樣 那到底客群在哪裡 我覺得台中人超不喜歡看表演 有一點 因為我以前是聽團的人 然後就是玩樂團的時候 普遍的樂團的人也都會覺得 台中人不買票 台中人只看大秀那種 什麼很猛的那種 已經在TOP 已經在頂著樂團的人去 他們才買票 土豪心態嗎 對 宝宝的心態 真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同樣的狀況在喜劇圈 完全一樣發生 就是很TOP的人 也不用TOP 只要稍微有西票能力 像說小鷗啊 黃怡豪去台中的話 去票還是賣不錯 哇 可是再來就沒有 沒有那種知名多人去台中 就是很慘 就很慘 然後台中人不買票 不買票支持小的東西 哈哈哈哈 啊 台中 因為這一年來真的很有感 我真的很清楚的感覺到 台中被新竹黃金交叉過了 啪 是 直接超車吧 看我都快看不到車尾燈 沒有錯 哈哈哈哈 台中還是好玩 但我又想過一件事情 是不是台中好玩的東西太多了 有可能 好吃的東西好玩的東西太多了 可以玩山水啊 玩女人 哈哈哈哈 新竹沒有玩的東西 欸新竹我真的是 幹新竹沒有玩的東西 沒有吃的東西 我真的是去新竹open mic 還是第一次認識新竹去新竹玩 不然之前完全 桃竹苗我根本完全不熟 完全無感 超無感 噢幹風好大 這樣的 新竹比台南還小 對啊 真的是因為新竹沒有東西可以玩 好小新竹好小 然後偶爾出現這個 好像可以來笑一下 脫離一下 在竹科的工作的苦惱 對對對 我覺得是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來竄起來 就是太悲憤啦 哈哈 再來台南 台南片 台南 就是非常的一群熱血的成大學生 熱血的孩子們 哇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熱血的 讚 那個氛圍真的是 上去玩 然後你很青春啊 嗯 你很像過青春生活 沒有辦法去到台南 我感受得到 我感受得到 好青春哦 我是去了小軍那一場 會覺得 哦哦哦大家很青春洋溢 這是一個快樂的大學社團 然後在一起快樂的做事 那也不求名利 當然實力也 我不敢說好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他們很享受於 在自己做的事情當中 對 像我現在回台南 也是 基本上就是 去 去成大當經驗分享 當顧問吧 我不曉得 嗯 去那邊帶他們 分享自己的經驗 蠻好的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現在 我會看他們的文本啊 然後就哇 好青澀的文本啊 哈哈哈哈 你們的情緒在哪裡呢 哈哈哈哈 你們怎麼都用第三人在講呢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看到新人的那種感覺 我懂我懂我懂 哈哈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大家都有那個時期 但是已經 我看到有幾個成大的學長 就哦 那個人色已經出來了 嗯 就他上去可能 我上次去那邊主持嘛 他給我那個介紹詞 嘿 我大概知道他是哪個風格 嘿嘿 然後他給我的介紹詞 我一上來就介紹說 好接下來這位誰誰誰 他是特別喜歡媽媽的 哇 大家都大笑 嗯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他的文本就是什麼 亂倫的啦 獵奇的啦 然後他加上 他的人色看起來就是很猥瑣 哇 人色已經出來了 不錯耶不錯 超讚的 這樣很好這樣好 有趣有趣 嗯 好了 再來是高雄 高雄 是的 上次講的話 高雄的觀眾是有的 是的 我有 我有感受到 但我上次去的感覺是 他們對於熟的演員 比如說高雄 他們自己活躍的演員 嗯 他們就比較nice 嗯 然後對不認識人 因為像是我跟雍正就去 嗯 他們很明顯就有一個 你是誰 距離感啊 對距離感 嗯 要先破冰 我覺得可能外 外地人要這個樣子 外地人啊 對 因為我在想他們太熟悉 老觀眾可能太熟悉 說哦 我來高雄我一定看得到熟人 對對對 我一定今天呢 可以看得到韋德啊 GE啦 那種 一定是看到他們 都已經變成朋友了 今天忽然一個 嗯 這個人是誰 誰 這個人是誰 這個講富裕的是誰 對對對 會覺得陌生感 還沒有辦法跟你馬上打成影片 但我覺得這時候就是靠實力去壓 實力啊 雙啊 上次文本話雙啊 榨場啊 雙啊 用富裕去訓練啊 雙啊 大家就覺得 哦幹有這招我 哈哈哈哈 對啊 注入一點不一樣的那個風格啦 對 但是高雄是好玩的 嗯 我去那表演我是覺得輕鬆 愉快 因為觀眾是熱情的 對對對 還是很不錯的地方 但是主要是可能對南部還不熟 所以我那個文本啊設定的笑點 他們不是笑在那個地方 我笑在別的幹什麼笑在這裡 算了你笑就好了 管他的 好的好的 來下一個地方是樂悠悠之口 現代的樂悠悠之口 不是古代的 古代在民生東吳那天倒了 現代樂悠悠悠是 光復南 光復南路那一間 巨蛋旁邊 是的 龍龍的場地 是的 那邊我去過 我剛好好像一個月去一次吧 嗯 比較多龍粉 是的 當然 對 因為是他好走 他好走的 他可能之前都搬在禮拜一 所以觀眾又是龍粉 又是禮拜一的狀況 嗯 其實很硬 有點硬 對 我那時候覺得他挑禮拜一 我就覺得這個一定超級累 有點硬 對 就有個場地可以練講 有場地 就先不要挑 對 先不挑剔 對我們這種吃瓜新人來講 爽啊 有個地方可以講 爽 新人有地方可以講就可以了啦 誰管你不禮拜一 講禮拜二禮拜四超級難講的 先不要講太多 對 真的真的 不挑剔的話去那裡練一練 然後 但是他現在是因為跟場地那個什麼敲檔期 就可能之後不是禮拜一了 然後以後好像變成禮拜二 我有聽說 或什麼禮拜二 我不曉得 反正就是看到那邊公告 那邊是適合去玩 他那場地跟其他場地不一樣 是他那邊真的就是很 像life house 不是life house 是樂團的場地 然後就很暗 然後就哇好酷 舞台會比較高 然後燈光比較昏暗一點 我覺得還蠻酷的一個地方 是有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地方 沒錯 大家想嘗鮮或是新人覺得缺場地的話 也是可以去一下 然後再來 所以目前最新的三咖啡 三咖啡 像剛剛今天報名時間已經過了 這幾個禮拜才出現的三咖啡 現在是隔週的禮拜一半 目前我們去過 我剛好是去第一次 非常 目前看起來是印第最舒適的 我看了照片覺得場地好大 不管對演員或是對觀眾 他是個三層樓 三層樓吧 三層樓建築 第一樓是網美咖啡 然後二樓 就是舞台表演廳 然後三樓 整層 大概也是跟卡米蒂長類似的地方 整層 整層 就是演員休息室 好棒喔 好爽 超爽 超爽 然後舞台 舞台那邊就是 比較高 大概跟高雄那個一樣高吧 那不錯 然後是深的 主要是那個三樓的休息室 聽起來對演員很爽 超舒服的 哇 像是異郎的感覺 異郎 好 對 然後去那邊嘛 他們那邊是紅茶跟綠茶 免費喝到飽 哇賽 讚 讚 然後演員最重要的是 演員去那邊車馬費100塊 哇 老闆你會虧本 老闆 太讚了 我想說怎麼在那邊太讚了 老闆你好有心 目前大家 像我剛看那個報名文 已經爆滿了 一下就啪 一堆想要搶100塊的人 你們這些傢伙 只要不是100塊 紅茶錢還人家 那邊就很舒服 然後那邊客群 可能才剛辦一次 還沒有 還不太確定那邊是什麼客群 因為我第一次去 大概可以分 一種是 比如說Kevin 高展那些 老知識的 老觀眾 對 然後我還看到有一桌 是 好好笑 五代的準團員 他們好像可能來見習 好 然後再來就是 自己演員的親友 嘿嘿嘿 然後好像有一桌可能真的是新觀眾 好 那所以只有那一桌是新觀眾 其他人都 一桌半了兩桌 那其他人都還不是觀眾 對 然後 哇 現在講也不太準 因為你不曉得他們那邊吃什麼 對啊 小便 我那天自己講 我就發現下面 然後這樣就是 我講一些政治的東西 他們就哇嗨 我說的政治是那種 比較自嘲的 什麼台灣進不了聯合國 那種 哇下面就恍惚 幹啥小 對 有這一群 然後可能 混混也中 微妙 什麼都中 因為可能第一場 不曉得 還測不出來 對 可以再觀察 再再觀察 聽起來就是 那邊真的很舒服 好舒服 新演員 或是想賺一百塊 演員也可以去 老闆會虧錢 不過那個我覺得 覺得那個硬體最舒適 感覺不錯 對 可以去演員放鬆一下 那哪裡啊 離那個松江 它是哪一條路啊 南京復興跟建國交叉口 其實也不圓 不圓 是一個好的場 好的地點 但我覺得最舒適這一點 可能會 以後可能會被新卡米地打爆 新卡米地那太誇張 新卡米地 真的 兩個聽欸 兩個聽欸 我真的超期待 蓋出來什麼樣子 今年到底有沒有機會 可以到那邊講 也可以 應該會 對 大家盡待新卡米地 耶 下半年就會有了 來 下一題就是 那你這樣全台到處講 OpenMind 有遇過哪些 有趣或討厭的人事物嗎 有趣的人事物 是的 喜劇演員都很有趣 我看你列了一大堆 其實喜劇演員都很有趣 這件事情我完全認真 因為喜劇演員都怪人 都怪人啊 而且是一個包容力很強的怪人 所以這點是我蠻喜歡的一點 因為一般社會覺得你怪 所以說觀點怎樣的話 就會遠離你 但是喜劇演員是可以包容大家的怪 沒錯 這件事情我蠻喜歡的 像是可能大家如果在早上上班的時候 喜劇演員如果早上上班的那個 那個狀態 搞不好我是會討厭的 但是大家不管啊 反正來這邊就是過自己的 第二個人生的這種感覺 對對對 就是有點像鬥陣俱樂部 對對對 外科的感覺 沒錯 下班之後來幹一些奇怪的事情 上班大大大是可能點個頭 不認識 但是下班就哇 這個狀態我很喜歡 像卡米蒂就六塊系統他們 我覺得他們都好好有去 瘋狗欸 然後又人節全樂 六塊那個順順 英雄好玩的人 好好玩 然後二三那邊就是 Jim啊 佳恩 阿秋 敬威那個 阿秋他們也都好好笑 因為我跟阿秋沒有 活躍期沒有重疊到 然後可能我也沒有跟他打過招呼 然後有一次我在二三上廁所 然後賀龍跟阿秋 直接上完廁所出來 賀龍不是就很nice嗎 對啊對啊 他說嗨嗨漢亞 然後阿秋就跟在賀龍後面 用一個我也聽得到的聲音說 他是誰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哇嗚 我覺得好險我認識你喔 不然我會覺得媽 哈哈哈哈 我就哇 這真的是阿秋的那個態度 好屌好屌 哈哈哈哈 超蛋的 哈哈哈哈 對啊然後敬威啊 這些 好好笑女孩啊 每個都更好玩 嗯 好好笑女孩也是 友善的人們 對 像我認識康蒂 我在台中碰到的康蒂 跟在好好笑女孩碰到的康蒂 完全不一樣 我嚇到 嗯 對他在台中還是有一點 就怎麼樣子 有一點拘束 有一點比較 拘束 有一點 有一點沒有像他在好好笑女孩那麼瘋 哦 原來如此 好 動動腰啊 嗯 垃圾人 是的 高雄即興 新竹新人 泰南學生 嗯 反正每個人都很好玩 都很好玩 甚至演員也有些蠻好玩 啊不是 觀眾 我想 觀眾 我覺得都 呃 好的很友善 但有時候還是有神經病 有 我們偶爾會 演員群裡面會流傳 古代神經病 現代神經病 然後會把古代神經病跟現代神經病做一番比較 還有古代的 嗯 還有台中神經病 台中那個我知道 台中那個太有名了 古代神經病我們聽了就覺得 幹這個很瘋 就是我可以講一下就是以前阿德有一個狂粉 女生狂粉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太喜歡阿德了 他就包場 有一天阿德表演他就買光了所有那場的票 買光 買光 他要包場 他就那一天就是那一場觀眾只有我 我今天就是來看阿德 哇 幹真的是瘋子 德哥有沒有在他身上跳什麼 跳煙舞 你就想想看 那場可能是阿德專場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知道那阿德專場 他卡米第50個位置 我全部包了 瘋掉神經病 然後後來那個 搜酒跑去跟他就是交涉說 我們還是要那個顧慮一下 那也許阿德有其他的觀眾也想來一起玩樂 所以請他不要這麼做 哇 所以古代瘋子瘋起來也真是不可思議 古代真的假的 真的 我現在很想講因為 行啊行啊 好好笑也有一些粉絲也是這種鐵粉 我覺得他們已經快要到那個程度了 我幹 他們就說我只要有誰上去表演 只要有售票 那我就包車上去 還沒有到包場 還沒有到包場 那包場也比較簡單才20張而已 事情不難 對 事在人為喔 加油鐵粉 那你有遇到什麼討厭的人事物嗎 討厭的人事物 我這樣講 我們可以挪位置 會冒犯 方便你中 冒犯無所謂 或者 我可以消音 主要是新人吧 是的 我覺得很正常 新人都會有大頭騎 很正常 超正常 當然 只是有時候 我覺得 那個大頭症太明顯的時候 會讓人不舒服 真的 真的會覺得 Oh God 你 大頭啦 都還沒到 你實在是沒有必要吃 好啦 白目呢 好像就 有些甚至你根本 還沒過那個新人坎 就說 我瓶頸到了 不是 那不是瓶頸 那是比較高的門檻 對 那是門檻 那不是你的瓶頸 我懂 我懂 那最近這裡寫了一個東西 最近不爽的是網路 網路梗仔 你說 講網路笑話 這種人 對啊 講過也不聽 超過 已經不是你認知的那些人了 不是我認知 還有更多的 更多人 更多 然後講了之後就看了 就 你會覺得 欸 這不是梗圖笑話 這不是什麼什麼留言笑話 還發生過那種 他set up出來 嗯 我們就會猜一下說 這個punch 最好不要是那個 欸 還是那個 幹嘛 好 哈哈 好讓人遺憾哦 我是覺得 欸 這樣不行 一輩子上不了售票 那你講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對 沒有錯 我了解這種感覺 就覺得 我努力寫這段子 是為了什麼 你努力寫這段子 就是為了售票 他們努力的超 是為了 沒辦法售票 我不曉得 不努力抄那些東西 是想上台感受一下掌聲 可能是這個樣子 但是所有的 有管理權的人 都知道這種人要攔下來 因為不能讓觀眾買票 來看網路笑話 所以 不要管他們死活 對啊 不過現在心境也換了 自從自己 售票場一大堆之後 反正不會管你 對 真的不會管你 反正這個東西 我自己創作 我爽 對對對 誰都拿不走 沒有錯 我的成就放在那裡 自己把事情做好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好 那麼最後一題就是 那你現在做喜劇的展望跟目標呢 展望的目標 是 沒有目標 目前還是 這個就當興趣 是的 對啊 目前就是看能不能做到像你 或是OK 或是順順 或是之前的全樂 就是有自己的陣子 可是他又很認真在搞這個興趣 喜劇這邊 對 我們就把它認真的當作一個下班的興趣 而且順便還能賺個幾千塊 其實是蠻舒服的事情 重點就是可以賺錢 對 因為無環喜劇是因為 之前 還沒有上來台北的時候 然後可能上班 然後為了自己學個樂器 然後用自己上班存的錢 買個樂器 然後再學 然後被家人看到說 這樣講一句話 其實我聽得很痛心 他說 你學著要待 所以要不要賺錢 可是興趣就是玩開心的 不一定跟賺錢有關係 可是假的就 啊 不是很不俗 所以我現在做這個 我沒有讓家人知道 等到家人自己發現之後 再跟我講這一句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有幾次彈 對 我只是為了服務 第一年就能賺錢了 跟你姐 沒有啊 就是 當然啦 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 這是他們的觀念 就是 對啊 他說反正這個 而且其實我覺得賺的 有差 我第一年 整年 喜劇收入是1萬 第二年已經3萬了 然後現在的話 我覺得賺錢速度更快 更快 我4月 4月如果 有一檔沒有被延期的話 算一算也是快 快1萬 對啊 所以賺錢速度 我覺得 當然你完全不能拿它當正職 可是拿它當作有興趣的副業 或是光是一個有興趣 它可以賺的錢 是讓人覺得 我那可以去吃好幾頓網品 我都覺得這樣蠻好的 而且主要是 做喜劇不是為了錢 對啊對啊 那個只是為了零用錢 我一開始的目標 就是收定零用錢 賺零用錢 我就是零用錢而已 如果你真的計較錢的話 你這個很多 我聽到太多拆火 要嘛拆火的 要嘛什麼的 然後增值一大堆 然後可能之前瑞瑞 分享他自己做專長的時候 他分享那個心態就是 當你做這個興趣 可是當你先要顧慮到 真的是什麼專長的收入什麼的時候 那個心情又會不一樣 會變不一樣 對 我覺得我不要落落那個情況 沒有錯 我就把錢當做額外的 它是bonus 這是bonus 然後有這個bonus進來 都覺得心情蠻好的 更好 做自己喜歡的事 然後又有錢賺 而且最好是 你看觀眾笑 這是做功德 是的 做公益 沒有錯 你看大可愛不是拯救了什麼 想自殺的人 對對對 那我感動 那很感動 超感動 我看到就是 哇 因為我之前做那個工作 來台北做那個工作 什麼 辦展 日本展那個 那時候我覺得 不知道E在哪 沒有沒有 這是反思 賺錢 因為那個工作是過度期 不是我想要的 只是被派來做這個 然後我覺得 哇 那個E在哪 我要一直被客訴或幹嘛 這E到底在哪裡 所以做這個 發現自己喜歡的 對大家又很有意義 反正觀眾笑得很開心 自己玩的也很爽 居然還可以拿到一點零用錢 然後在這個地方 真的人家 覺得你是在發光發熱 對 我在這邊之後 聽到一些 就是不管是以前的 認識的人 同學朋友 還是說現在 圈內有些演員 他就說 我很喜歡看你在台上 這樣享受 台上的感覺 感覺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在發光發熱 我以前都沒有這種 以前都沒有這種 以前都不會聽到這種 對對 然後就 欸 我做對了 我好像在一個 真的對的 好像在一個真的對的地方 對 很感動 很舒服 好爽 這就是做喜劇的優點 所以我們上集聊了很多 感覺很內心化的東西 我們錄的落落長 已經賣錄了 一小時二十三分鐘 你破歐爺紀錄了 歐爺 真的假的 歐爺最長一分 一小時零七分 我真的覺得我 某些方面很像 蠻像歐爺的 人生觀 某一些 歐爺 你是被歐爺影響 歐爺這種 就是回饋鄉里 他放棄掉自己的工作 然後過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老婆 他老婆說 我就是想看你做喜歡的事 我那一場我也哭了 我真的好感動 他來台上哭 我就很踏實 我那個真的是 讚 讚 我們這一集也是講了很多內心的話 那我們現在中場休息一下 那下一集也會訪問漢芽 謝謝大家 Yeah